我苦命的外孙女,你死得好冤啊,我的娃儿,你让妈妈怎么活啊? 2012年2月,在重庆开县一幢居民楼前,刘燕母女俩一边烧纸,一边撕心裂肺的哭喊,惹得围观群众纷纷落泪,都说孩子死地太可怜了,一定要查明真相,严惩凶手。 原来,就在几个小时前,刘燕八个月大的女儿巍巍离其坠楼摔死,而孩子的爷爷也被公安机关带走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难道杀害女鹰的凶手是她的亲爷爷吗?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一事。 你把玩还给我,你们全家都是烂心肺。 悲痛欲绝的刘燕一边嚎啕大哭,一边不停地捶打着巍巍的奶奶,因看不到自己的丈夫和公公,她只能将满腔怒火发泄在婆婆身上,而婆婆却怕惹事上身,赶紧找个机会溜走了。 可想而知,任谁遇到这样的事都会失去理智,何况威威才八个月大,竟然遭遇如此不测,简直令人痛心疾首。 那么,威威的死到底是意外还是人为,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么的呢? 2012年2月27日是刘燕上班第一天自从去年6月份生了女儿。 她就辞职在家带孩子,直到最近断了奶才又开始出去工作。 早晨离开家时,刘燕将女儿交给公公婆婆,当时孩子还在乖乖睡觉,谁知道前脚刚到场,她就接到丈夫萧军打来的电话, 你快回来吧,女儿出事了。 温婷此话,刘燕脑袋嗡的一声,立马瘫软在地,久久没有回过神来。 然而,是不迟疑,她也顾不得悲伤多想,赶紧请了假,骑上自行车就拼命往家赶。 待赶到家门口时,羌包中的薇薇正躺在路中央,嘴唇黑紫,口吐白沫,头上的伤口流泄不止。 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状态,此时,恰好120赶到,刘燕心痛地抱着女儿,赶紧上车飞奔到医院,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, 医生回天乏术,微微永远地离开了妈妈,刘燕对此肝肠寸断,她不相信与女儿天人永格,更不相信丈夫萧军所说的,孩子是自己滚落楼下意外死亡。 原来,萧家居住的楼房一共有三层,平日里全家人住在一楼,而只有晾晒东西的时候才会去三楼。 那么,一个才八个月大的孩子怎么会自己爬到三楼,然后滚下去? 而且,就算微微真的自己滚下楼去,那也应该滚在墙根地段,可微微出事的地方离着楼房,足足有九米远,显而易见,就是被人摔下楼的。 那么,到底是谁将孩子摔下楼的呢?目击者莫大妈说出了看到的情形,那天,她和往常一样出去买东西,正走着走着。 突然听到有东西咚的一声从天而降落在她后面,莫大妈回头瞟了一眼,嘟囊说道,现在的人真没素质,又从楼上扔垃圾。 说着又继续往前走,谁知刚没走多远,就听到后面有个年轻人大喊,这是谁家娃娃摔下来了? 莫大妈一听,立马慌了神,速度跑过去查看究竟,这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。 原来刚才摔在地下的不是垃圾,而是还在墙堡中的婴儿莫大妈吓得啊了一声,一边大声喊人来,一边赶紧拨打120,此时周围的邻居也都纷纷围了过来。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,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然而,就在此时,又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,一个老人也从楼上飞了下来,重重地砸在了地上,大家定睛一看,正是婴儿的爷爷萧有福,这是可真是蹊跷,这祖孙俩怎么一前一后从楼上掉下来呢? 与此同时,刘燕急匆匆地赶到,而救护车也来了,于是,威威和萧有福便被同时送进了医院,然而遗憾的是,可怜的威威因伤事过重,最终死亡,而萧有福却没有什么大碍,不过由于是涉事嫌疑人。 随后便被警察逮捕拘留,由此,刘燕找不到公共来对质,便想找萧军要个说法,但作为孩子的父亲,她不仅对威威的死没有表现出半点悲伤,反而躲着刘燕避而不见,这让刘燕极其恼火,也更坚定了她的想法,威威的死绝不是意外那么简单,然而,到底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呢? 正当大家迷惑不解时,一个女人的突然出现,又将整个事件推向了高潮,那么,这个女人是谁呢? 就在大家对这起案件议论纷纷时,萧军的前妻田大姐出现了,原来,萧军曾经有过一段婚姻。 据田大姐说,起初两人生活的还不错,但后来逐渐发现萧军脾气古怪,尤其当自己生下女儿后,她更是态度大变,甚至不顾她虚弱的身体,开始拳打脚踢,因为不想拆散这个家。 田大姐就忍气吞声,没有过多计较,谁知萧军越来越变本加厉,不仅恶语相向,甚至连生活费也不给了。 于是田大姐再也无法隐忍,就选择了离婚,但是离婚后,女儿却留在了萧家。 因此,当她听到薇薇出事后,吓出来一身冷汗,生怕萧军也对自己的女儿下手,于是就立马赶过来。 想接走女儿,此外,田大姐还声称,她感觉萧家人有重男轻女的思想,此话一出,顿时在人群中炸开了锅,难道萧家人因为微微是女孩,就残忍地将她摔下楼,活活摔死? 而田大姐的到来,也让萧军有所不安,她不再躲避,只好出来解释,并同意让田大姐将女儿接走。 那么,田大姐这边算是相安无事了,可刘燕那里却是如坐针毡,她趁着萧军已经露面的时机,愤怒地质问她,女儿到底是怎么摔下楼的,面对妻子的痛哭流涕,萧军仿佛良心发现,她开口说道,我在医院问过微微的爷爷,她当时一手抱着女儿,一手想要捡咸菜,微微不小心一冲,自己滚下去了。 这番说辞,不是和先前的说辞一样吗?刘燕勃然大怒,目前微微尸骨未寒,而作为亲生父亲依旧在撒谎,明明就是故意人为所致,她硬是说成意外。 这是在包庇谁吗?其实,关于这起蹊跷的案件,邻居们一开始就将矛头指向萧有有福,因为当时微微掉下楼后,她也紧跟着跳下去,说明先前是爷爷在照顾孙女,因此她有很大的作案动机,然而问题又来了,萧有福已经六十多岁了。 就算她卯足了劲,将孙女摔到楼下,也不可能摔在距离楼房近十米远的地方,毕竟这是需要很大力气才能完成的事情,于是,有人便提出可以做个实验验证一下。 就这样,邻居们找了一位和萧有福年龄相当身高差不多的老汉,让她提着与微微重量差不多的沙袋去三楼,在众目睽睽之下,老汉使出浑身力气将沙袋扔下来,结果试了几次,都扔不到微微坠落的地点。 由此可见,微微并不是萧有福摔下楼的,一瞬间,人们舆论哗然,难道这一切真是亲生父亲萧君所为,联想到田大姐所说的萧君重男轻女,以及她表现出的冷漠态度,很多人又纷纷表示,这个亲生父亲就是罪魁祸首,尤其当刘燕办理微微深厚事实,萧君并没有出现在殡仪馆, 这更加坐实了人们的怀疑,她这是做贼心虚的表现。 此外,关于孩子的死,还有人给出另一种说法,微微被摔后,嘴巴乌黑都有泡子,莫不是事先就被人毒死,然后扔下了楼,面对众人的猜测,以及自己的判断,刘燕坚定女儿的死绝不是一场意外,但她始终不明白,难道萧家人就因为自己生个女儿,就要对亲骨肉下毒手,都说虎毒不食子,如此泯灭人性的作为,简直无法无天, 刘燕越想越崩溃,她已经与萧家人视同水火,真想拼个于死网破,与之同归于尽,然而,在警察还没查明案件的真相前,刘燕只能将悲痛暂时吞进肚子里,因为她要保存力量查找凶手,让可怜的女儿九泉之下能够明目,与此同时,萧君那边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辞,她说,自从两年前与刘燕认识到结婚,双方感情特别好,而且刘燕比自己小12岁, 一度也是宠爱有加,更不会因此嫌弃她生了女儿,甚至,萧君在众人的质疑中也开始良心发现,她来到女儿出事的地方烧纸前,祈求微微原谅,爸爸真的对不起你,要知道有这个结果,我就会一直守在你身边, 然而,在痛哭流涕的表演,也换不来女儿的生命,作为一个亲生父亲,对于整个事件的默然和含糊不清的态度,也确实令人不耻和愤怒,那么,到底微微是不是萧君害死的呢? 可以说,对于微微坠楼整个事件,有个既定的时事毋庸置疑,那就是,这个孩子的死亡并不是一场意外,就是人为杀害。 而当萧友福被众人推翻作案动机后,萧君立马成了众矢之地,尽管她做出了良心发现的举动,跪拜在地,祈求女儿原谅, 但对刘燕看来,那只不过是鳄鱼的眼泪,一场作秀而已,此外,更令刘燕一家感觉愤怒地势,萧君为了洗脱自己的罪责,竟然说父亲萧友福,精神上有问题,而微微奶奶也证实了这一点,于是,刘燕的母亲一怒之下,抬着一口棺材来到了萧家,务必让萧君说出实事真相,否则绝不善罢甘休,一切要等法律来解决,你们这样子想干啥? 萧君面对眼前情形暴跳如雷,在她看来,丈母娘亲自抬关上门,无疑再打自己的脸,你休想就这么糊弄了事,我女儿绝不能白白死去。 刘燕痛哭流涕,生结利丝地对萧君大喊,一家人剑拔弩张,而刘燕也失去了理智,她恨不得将眼前的人千刀万剐,替女儿报仇,2012年4月,警方那边终于有了消息,经过最终调查得出结果, 原来,摔死微微的竟然真的是爷爷萧友福,你为什么要把孩子摔死? 警方满是诧异地询问萧友福,毕竟这样的案件闻所未闻,作为爷爷居然亲手将孙女摔死。 太令人匪夷所思,孩子哭闹不停,我没有办法。 面对民警,萧友福坦然说出摔死微微的理由,就因为孩子哭,你听不得就摔死他。 民警瞪大了眼睛,这个理由太让人愤慨,都说葛北钦,怎么萧友福如此丧心病狂,那孩子头上的伤怎么回事? 民警继续询问,我看到他哭个不停,就用砖头拍了两下,他还继续哭,我很烦躁,就摔下楼。 这番说辞,简直禽兽不如,是个正常人做出来的行为吗?别说,萧友福还真不是一个正常人。 就在警方对萧友福的说辞迷惑不解时,一纸医院的鉴定书让每个人顿悟,原来这个凶手患有精神分裂症。 此外,在警方的详细询问下,萧友友福又说出了令人细思极恐的理由,刘燕结婚以来与婆婆的关系一直不好,家庭矛盾经常发生。 我总是怀疑他们会合伙整我,面对如此结果,刘燕差点晕厥过去,他抱着女儿的照片嚎啕大哭,早知道萧友福有精神疾病,说什么也不会将女儿叫给他,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。 那么,警方已经查明了凶手就是萧友福,他也该接受法律的制裁了吧。 然而,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令所有人颇感意外。 由于萧友福患有精神疾病,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,因此不用承担任何后果,被当庭无罪释放。 请客间,微微被摔死事件又引发轩然大波,萧友福根据鉴定结果。 确实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,他在极度不正常的情况下亲手将孙女摔死,法院根据法律部追究他的责任,可无辜的微微,谁又来保障他的权益呢? 这无疑在刘燕的心头插了一把刀,女儿就这样白白死去了吗?而凶手依然可以逍遥法外,这个年轻的母亲再次遭到沉重的打击。 她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面对以后的人生道路,其实纵观案件的整个过程,除了患有精神疾病的萧友福让人无奈有唏嘘外,其萧家母子的不作为更是令人愤慨。 萧君作为亲生父亲,面对女儿的离去态度冷漠,甚至试图掩盖真相,也不是一个正常父亲应该有的表现,而作为奶奶的萧老太,一直没有做出积极回应,并不断回避其中,其举止也为人诟病,只是可怜了八个月大的微微,还没来得及看清和享受这个世界,便成了一家人矛盾的牺牲品。 真是令人心痛,但愿此类悲剧不再发生,希望每个家庭和谐共生,幸福安宁。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,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。